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本期节目由曼秀雷敦 Melty Cream Lip润唇膏赞助播出 冬天来日本玩气候干燥 为了保护嘴唇 护唇膏是必备的随身小物 曼秀雷敦Melty Cream Lip润唇膏 小巧方便携带 涂抹在嘴唇的瞬间 就能随着嘴唇温度融化 像奶油慕斯般的滋润覆盖 独家的水泥润泽技术 还能持续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为嘴唇肌肤补水 长效保湿 详细资讯都在下面的资讯栏连结 今年冬天一起来解决嘴唇干燥的困扰吧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2月9号 星期五 要过年了 今天这个应该算是除夕业吧 明天就要过年了 不过我现在人不在台湾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应该会回台湾一阵子 一下下 也不会回很久 总之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除夕业 除夕业应该说过年的假期 有一个题目我觉得特别适合聊 上次我把电通找来 录饭店大赏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是不是应该来聊一下药妆 因为毕竟他大概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里面 真的在日本的这种药厂里面工作了很多年的经验 所以他看日本的药妆真的是眼睛看到的东西跟我有点不太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除了药妆之外 现在都在住饭店 一个非常爱住饭店 然后又很懂药妆的一个人 这一次因为2024年 现在过年的期间 应该很多人也在规划今年一整年的计划 甚至说不定有人现在正在日本玩也不一定 今天我想要找他来聊的这一个专题 因为我每次我只要去药妆店要买药妆 我基本上八九不离时都会问他 这个要买哪一个 这个要买哪一个 我如果怎么要拿哪一个 他好像某种程度上面 已经算是我身边可以告诉我说 我应该要买哪一个牌子比较好的一个人 然后我们在录音的当下的下一个礼拜 他准备要出国 他就把一些他出国的时候 会准备带的一些算是常备药吧 不是那种药局买的常备药 而是那种药妆店 开价你就可以买到的常备药 他有一堆推荐名单 真的是一堆 我刚刚录完之后 我拿这个他带来的这些所有的 这算尘药吗 就是在照相的时候 想说真的也是有够多 我这次在跟他聊的时候 他其实给了非常多 带来非常多 我这次要去卡达的时候会带的药妆 放了我整桌都是 所以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们就依照这张照片聊 我也会把这张照片 最后放在这一集节目的首页 应该说封面的那张照片 大家可以比对着一起听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 非常强的一个大吉警了吧 我问他说 这种旅游的时候要带的药妆 跟不是旅游的时候要带的药妆 有什么不一样 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我其实没有想过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他说因为你如果平常在家的常备药 其实他会去选择一些价格 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药效可能没有这么强的 他如果说真的吃不好 可以吃两次 应该是这概念吧 但是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就是只能带义军出门 所谓的义军的意思 他们就是又小 而且又强 所以才有办法在最省空间的情况之下 带着一些 就是自己会常用的药妆出门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些旅行必备的药妆 有哪些 我们欢迎电通 嗨大家好 我是电通 对这个电通呢 就是电通的电通 对白芒之中呢 被我抓过来 就是连续不知道要聊多少集 每次来的那个 对就是要填补那一整个月 我们会有一个月的识 每次来研究生这边 就是最低标就是四集起跳 没有录完四集不能回家 对没有录完四集不能回家 因为太遥远 OK我们今天呢 要来聊药妆 对其实这一题呢 就是我跟电通已经讨论很久了 因为其实每一次啊 就是我如果去药妆店 然后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会打电话问他 因为就 哎到底我要买哪一个牌子 这是我长期专业 对因为实在是太眼花缭乱了 然后因为电通之前在药厂上班嘛 对对对 所以说他就是很熟悉里面 就是哪一款什么 哪一款什么 然后他每次要解释的时候 我说你不用解释 你就跟我想哪一款 我就拿了就用就是了 然后今天就是 我就是找电通一起来聊这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要在药妆店 去准备一些旅行用的 常备药 应该是这样讲的 对 对然后呢 他会有一些推荐的 那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对 我自己是因为旅行的时候 旅行的时候 因为研究生也跟我一样 我们就是都会去就是出国两三周那种 就是比较长期的旅行 然后长期旅行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很怕旅行中就是发生说 哎就是有点感冒啦 或者是有点头痛啊 或者是说肩颈酸痛 我很落枕 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去住 那个不熟悉的饭店 很容易落枕 你毛病真的是很多耶 就是很容易 然后要不然就是因为水土不服 就是胃也会觉得不舒服啊 OK 对然后还有因为你搭 他那个长途的飞机 调食擦眼睛很容易累 所以就是 哦或者是去到不知名的国家 容易被蚊虫叮咬 哎这真的哎出国 你不觉得吗 就是出国以后 一出国一旅行 就是身体那种小毛病 就容易 还是你都 就跑出来 对 你都是当地解决是不是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跟大家讲 刚刚电通讲那一段 我已经笑到齁 为什么 我现在一笑到就是我一说不出话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从来不觉得我有这些枕头 自从我两年前搬到东京来之后 我现在离开东京不管去哪里都有这些枕头 所以这个是东京病 我觉得这是日本的富贵病 日本太舒服了 真的真的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是 去到东南亚你就觉得你很特别容易拉肚子 跟特别容易被蚊 对 我以前出来台湾的时候 去东南亚我都不觉得我会拉肚子被蚊 但是我现在住在日本去东南亚就会 我是被日本人传染的 对对 我觉得日本特别干净跟就是 无论是食物或是环境 这真的是有差 因为我们真的离开日本就很容易有各种 这是各样的富贵病 所以 我都称他叫做日本的富贵病 住在日本的人才会有的 然后因为我刚好这周要去卡达跟维也纳 然后我其实这一批药就是我这一次我为了要出国的时候 你知道这些是我的一军 他们就是体积小 然后高效能高担价 OK好的非常好 因为你知道出国没办法带太多东西 你只能带那个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 OK你要去买那种高单价的 因为你要有效的 你不要低单价的很多慢慢好 因为你身边要马上好 对而且你没有那么多空间给那些普通效 OK好的 你知道今天录音之前 我跟店商人说要讨论这个 他说好 然后他说他会买一些这次要去卡达药的带过来 然后他就说好 我就说好 然后他过来之后他就说就这些 我就看了那些盒子 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吗 正常吧 不行不行 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我希望我这一集录完之后 我会抱持着一个感恩的心 以后出去都带那么多药 我上一次带那么多药 应该是我在带团的时候 带团的时候我会带一些药在身上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们是不能给客人药的 对不能给客人药 对所以我最多能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可能会 他如果问我可能就会说 我是吃这个 对那当然有一些导游会 这样不小心掉到地上 让他捡起来 我都不知道在哪来的都市传说 就是 我不是直接给你 我是你自己捡到的 就你不小心掉在地上 然后他跟他想说 你这个如果说需要什么的话 那个前面那边地上 好像有一个袋子在那边 好的我们赶快开始 我们这个前面太久 我们先来 第一个好了 你要从哪什么开始介绍起 我先说一下好了 我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些药 我会放在这一集节目的手图 对因为我们方便沟通 因为有八款真的是有点多 所以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画面的位置 跟你如果现在在听pockets 你打开手图看到的那一个照片的位置 理论上会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你就可以从这里面去看看说 有没有哪一个 就我们现在讲到哪里这样子 好啊好啊 那我从就是最左边这个贴布开始讲好了 左边的贴布 对对对 这个贴布就是 因为Salon Pass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Salon Pass的贴布 那它是Salon Pass里面的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 就是 2.0 就是Salon Pass 我好像有买过 我推荐你买的 哈哈哈 对 因为它就是Salon Pass的最高等级 你就是在药妆店 你看到最贵Salon Pass就是它了 OK 好的 然后它就是七片薄薄的一小包 你可以丢在化妆包里面 然后它的就是它也是一样 因为它最高等级嘛 一片见效 如果说你就是 呃睡起来有绕疹啊 或者是说你筋骨酸痛啦 就是呃搭飞机啊 长期觉得就是 欸脖子不舒服啊 这全部都马上可以贴这样子 好 那 好然后这个Salon Pass隔壁 是这个 它写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 你给我点回应的时间 不是说时间很瘦 很赶 好你说你说 这个贴布是有分大小啊 有有有 可是是最小片的 哦你现在这个是最小片 我上次买的好像是比较大片 因为我肩带的都是 就是那个救急用的 哦 而且它体积要小 然后因为这个是你说绕疹的时候用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你的肩膀比较小啦 这个太小了啦 我绕疹这个贴上去 是要贴什么 你买大片就好 对男生不要买那么小的 这个绕疹那个这么小贴上去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这个大概顶多我想想看哦 如果是男生的话 可能比方说手腕有点 对对对 你身体面积比较大 我身体面积大一点点 对 好 对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满实用的 尤其是那个 我觉得不是只有绕疹 我觉得出去玩 有的时候背包背太久 对 很酸 对 然后我就会回来 我就会贴这个 对啊 而且就是搭飞机 有没有 就是小腿一定会脏什么的 反正就是各种酸痛都可以用 因为我上一次去 我上次买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去曼谷 然后我就想说 去曼谷 然后按摩完之后 然后再贴这个 是不是那些旧伤都会好 好 好 这个我也有在用 我们来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他写 视力恢复 你说现在是 下面中间那一个 对对 下面中间那个 他是乐敦 他有写说呢 给就是年龄 家龄 就是你就过年纪月的 越来越大 中年了觉得眼睛很容易累 疲劳的话可以用 然后乐敦的眼药水 其实我用过很多系列 对 他其实跟这同一个系列 他还有那个 电脑 电脑系列 电脑系列 蓝色的 蓝色的 那这个红色的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带出门这样子 因为你出门其实不太会一直用电脑 什么意思 出游就是要 就是不会看电脑啦 然后这个的话 他就是比较偏日常保养 假如说你坐飞机 有时差 眼睛很 就是你早上起来眼睛觉得很酸很累 或者是说 呃玩到很晚 然后有那种熬夜的状态的 对 你眼睛很容易累的时候 这一瓶也是 因为它也是高效能 就是也是 觉得 欸 点了完以后就觉得比较舒适这样 ok ok 好这个是年纪越大越会眼睛累的 我们都已经中年了 好的这个大家出去的时候 那个眼睛累 尤其做红眼扳机啦 对 红眼扳机真的很需要 我最会出门在点眼药水的时候 就是红眼扳机 超需要的啊 红眼扳机 长途扳机 还有要时差的时候 尤其是那种红眼扳机 它其实飞机上面那个 暖气都开很暖 尤其是日航啦 我每次坐日航都会晕车 不是晕机 暖气太暖 然后又干燥 然后你有时候眼睛睡醒的时候 那一瞬间 你不点一下 你真的是走不到那个 嗯 真的 好 我们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隔壁两个 其实我觉得可以一起讲 因为它是止痛药跟感冒药 你说右下角这两个 止痛药跟感冒药 它其实 呃 因为你知道 我们也不是什么药室 也没办法讲它是什么效果 对 可是说 可是呢 你看到爆窗就知道了 对对 现在日本真的很 呃 应该说现在的药妆趋势 都是走高单价路线 因为它走高单价高效能 那这两款也是 就是感冒药跟止痛药 它都是高单价高效能 然后重点是 你有看到它是16定 欸18定跟 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小的包装 你看 对 对 所以 你打开 你现在盒子看起来很大 打开来就是薄薄一片而已 所以 这是很适合 戴在身上 这样子 对 因为你知道 帕布隆应该是很多日本人都会 对 就是定番的感冒药 对 因为它不是那个 阿瑟塔米诺粉 它是那个 伊布普洋粉 我在讲一些很奇怪的术语 这是什么 什么咒语 那不是咒语 就是 就是两种不同 致感冒的那个 我也不是药师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在帮那个 任何药去做 indose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能力 对 但是巴黄 我不知道它有出到这种 这么稀花的包装 对 对 就是一个 最高等级 最高等级的 然后premium 上面这个 巴菲林 嗯 巴法林 巴法林 然后你说 这个是止痛的 止痛药 对 止痛是不是女生 比较会需要 就是头痛 筋痛啊 什么的 有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 对 因为好像女生随时都会有这种止痛药 男生比较不会带止痛药在身上 女生比较会都有止痛药在身上 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下面两个痛痛的部分讲完了 好 我们来看看上面 最左边的粉红色这一瓶吗 对好 我们左上角粉红色这一瓶 这个是洗眼睛的吗 对 它是洗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 OK 隐形眼镜 那它其实是 因为它粉红色 它就是其实是给你洗那个放大片的 你知道什么是放大片吗 我知道就是那个中间黑黑的戴上去 会以为眼睛颜色很深吗 对不对 对对对 它是个洗隐形的放大片 那个那个冰淇淋布 突然好老 没礼貌 等一下那个冰淇淋布的粉丝 过来留言 放大片 就是放大片可以 然后一般的软性隐形眼镜也可以这样 那它的特色是呢 就是 它附的这个隐形眼镜盒 它可以直接卡在它的盖子上 就是烘杆 哦 烘杆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晾杆啦 我在讲话 晾杆是什么概念 晾杆晾杆 晾杆 我觉得它的设计 非常的适合旅行 就是它的盖子的收纳 就是可以刚好卡在它的盖子上面 不是应该说 它的眼镜盒 可以刚好卡在它的盖子上 你有看到它的包装上 有 现在在看它的包装 它设计很有巧思 然后而且它很好挤 因为通常这种隐形眼镜药水 就会有一种就是很难挤 它就是刚好喷头是切斜的 跟他们家的那个药水一样 跟热顿的药水一样 它们的设计都是让你觉得 一挤下去它的那个水柱是很强的 了解 所以其实隐形眼镜药水 我也是用过很多家 我还是最喜欢 就是热顿这个C-Cube这一家 OKOK 它挤出来的水柱是最强力的 好 对因为我自己都是带日泡啦 所以比较没有这个需求 对但是 这个看起来 我是带双周泡 你带双周泡 双周泡就要洗 对对就要洗这样 对 好的 跟我哪天改成双周泡的时候 来用用看 好 然后再来呢 是上面的中间有两个 最上面呢 中间上面 中间最上面那个是软膏 软膏 软膏 然后这个软膏呢是有一天我在四国搭船的时候有一只小虫停在我的手上 这也太detail了 然后你知道 没有你知道就是一只 你要不要讲一下是从哪里到哪里的船 就是从 从那个乡川到直岛的船 OK 现在大家都知道乡川到直岛那边会有虫 好 然后就有一只小虫停在我手上 然后我就不以为意 结果晚上的时候我的手就肿起了 会不会太严重 因为他真的只有停一秒钟欸 然后想说欸 我手中起来了 然后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后来就是去当地的药妆店 然后就买了这个软膏 他就是 因为通常一般你被虫咬 你会买那种蚊虫钉咬药 可是 其实比起蚊虫钉咬药这种软膏 他 更有效 OK 对然后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中起来 然后就买了这个软膏 然后 就是那个药师推荐我这个软膏 后来 因为他很小条 你看他才六克 真的很小条 然后他就是放在你的化妆包 你会没有感觉的那种 这个很像是那个 你去饭店里面 他会附的牙膏 对对对 这还就这么小 就是那么大小 所以就是 你放在化妆包没感觉的话 我就觉得带着备用 哪一天 因为你在东南亚 很容易被一些奇怪的虫咬 所以这条我就觉得 这是 无色无味 就擦起来也是很舒服 这样子 我觉得哪一天 忽然觉得 那个饭店的牙膏不好 可能会拿错 拿起来就开始刷 真的很小欸 真的很小欸 好 这个我觉得 我可以放在我的那个 外出包 对常被药 因为你也会被虫咬 对不对 不会 不是 这个被虫咬 然后肿这么大 这个真的不是个 平常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真的就是说 刚好有带着 你才有办法马上处理 所以 可能你知道 一招被蛇咬 对啦 就是要是我没有那次经验 其实你也不会觉得 身上要被一个蚊虫钉咬 有了以后就觉得 被这其实比较安心 对啊 懂懂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问题 像那个 我记得我以前带团的时候 有一次在北海道 嗯 我忘记去哪里了 好像美婴还哪里 对 就是 就也是有小朋友 就是那种 好像走在那种草里面 然后就被咬 然后也不知道 到底被什么咬 就忽然肿好大一个 对啊 对 我觉得还是会需要 好 在这个底下 那这一个那个 潘西隆上面写 胃痛 胃酸 入泥流 好适合我 哈哈哈哈 绿色包装 我都没在吃 然后旁边还在喝冰咖啡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 他就是 那一样 胃药也是背在身上 会比较好 因为你出国嘛 一定会有那种 吃太多 或者是水土不服的时候 或者是有那种 觉得 胃酸 对 就是 胃食当你 要觉得 有点恶心的时候 嗯 或者是你有一点 晕机 晕车 就觉得 胃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是 喝下去你就觉得 欸很清爽 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也是 我会挑他也是因为 他很 他就是 他是一包一包颗粒状的 喝起来很像那种 很像那种汉方 的味道 那 你知道因为 一包一小包 你就丢个两包在化妆包里 他完全不占空间 嗯 就觉得可是 你有个两包在你的包包里 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这样子 因为日本好像这种 跟胃相关的 这种 开架式的药品 嗯 很多都从一颗一颗大颗的 变成小颗的粉粒 我觉得这很好 对啊对啊 因为这其实很 对 很 因为看人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那个味道 他就会想要挑那种 一粒可以吞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个味道喝起来 还蛮顺口的 因为小粒的好处就是说 他一方面比较快嘛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那种 吃比较小粒的 就是 怎么讲呢 你方便携带 因为你一颗一颗的 你就要去买药盒 对对对 因为这就一包一包直接丢进去就好 对粉状就很方便携带 好的 这个如果大家有胃酸胃食 胃痛胃酸逆流 对都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你现在在图上 唯一看到绿色的那一瓶 嗯 好我们再来到最后了 这个是 QP 可爱 这会不会太可爱啊 很可爱对不对 这个这个是这个上面写滋养强壮生药 这是女生吃的吗 男女都可以吃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累 就是因为它主要其实就是综合维他命 OKOK 好的 就是在日本的话 就是说你眼 眼睛 然后还有 脖子什么 酸痛 然后还有你觉得累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 身体好像比较虚弱的时候 可以吃的 比较像是 综合维他命的补品 这样然后我会挑他也是因为你看这个 这个盒子太小太可爱 就是很适合随身携带 这感觉那个倒出来是那个 薄荷买来的那个 呃泰国买来的那个薄荷糖 小小颗 你看它这么小一个 然后就是 它里面有30颗耶 然后你一次只要吃一颗 OK 对所以其实 这一瓶可以支撑一个月 我觉得很 很了不起的发明 所以它的重点是在于 它好收纳 好收纳 因为它其实本来也是 它其实就是 呃 定番商品嘛 就是如果说在药妆店你想要挑这种 比较像综合维他命的药品 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很畅销的产品 可是它把它特别做成这种小包装 就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待在身上 这样子 好的 这个 看起来很不错耶 所以你看 你说虽然说我今天带来8样看起来很多 可是你把包装盒拆下来 这全部加起来真的是一个超级小的手掌大化妆包大侠全部都可以开进去 好像真的可以耶 全部都可以 对啊 而且我们居然一集就把它录完了 我觉得我非常高兴 哈哈哈 我看到那么多的时候我想说天啊我们要录几集 时间差不多了吗 时间差不多啊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优秀 我猜超级 好 所以这个是那个今天呢 电通这个前药厂工作 对 对就是 今天推荐轻薄短小高效能 轻薄短小高效能 轻薄短小高效能高单价 很适合带去旅行的一军 对带去旅行的一军 如果我只能选一个 每一个领域我都只能选一个 我就会选他 我觉得已经太多了啦 这已经八个了耶 每一个领域啊 你酸痛只能选一个 眼药水只能选一个 那你如果二军的话是这里面还会有第二项 会会会会有第二项 你会带到二军吗 不会就不会带二军 二军就是平常在家里用 因为比较便宜是不是 对对对 旅行只带育军啊 因为你就是要 小 高效能 要快速见效 你在家里可以慢慢养病啊 出去没办法 我真的没有想过把东西做小这件事情 还可以卖比较贵 是真的有 没有他是高效能 不是因为他比较小 所以比较贵 OK好的好的 跟皮夹一样 好这个大家如果呢 下次来日本玩的话 可以考虑看看啦 这个应该所有的药妆店都有卖吧 有有有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都是已经是你知道 定番又常销 就是每一家店都有卖的 好的 对然后呢 还是要给大家 那个最后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我跟电通两个人都不是药剂师 我们也没有医学任何的专业 我们纯粹就是分享那个电通他平常在日本 住在日本的时候会去买的一些药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疾病什么的 还是要请问药师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咨询 就是你 你如果买了然后吃了之后 跟我讲说 上面不是写胃酸逆流吗 怎么我的胃酸还在呢 这我们没有办法救你 这个可能正要去找医生 好 那我们这期的日本大说就到这边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帮下午心好评 也追踪我的脸 算IG 我们下期节目见喽 拜拜 拜拜